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今天长到多大 大概5寸半吧 我现在把海参第二天拿去煮 锅不可以有油 最重要不可以有油 要清洁 然后把这个海参放进去 这个水一定要淹盖过这个海参 所以拿大一点的锅 现在我把这个海参拿去煮 开中大火给它滚先 然后把盖盖住 中大火滚40分钟 然后要注意那个水不要煮到干哦 哈喽 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 早上我已经把这个兔参煮了40分钟 然后现在晚上已经冷了 我要把它收在冰箱里面啊 但是你要换一盆水新的 要放在puppet味里面 看这个兔参有占到多大 大概有6寸吧 刚刚开始占的时候 44寸 现在有差不多6寸这样大哦 你就是把它放在这个 换水 然后要换新的水 然后我要收在冰箱 因为收在冰箱里面的话 会占得更快 因为这个为什么放冰箱呢 因为那个海参的那个老板娘 没有过来讲 这个是西里兰卡的海参 它在印度洋 然后他们在深海 如果泡在水放在冰箱的话 会占得更快 所以现在我准备把这个放在冰箱里面 明天早上我会拿出来再煮多一次 这盖住我不要给它碰到油啦 明天早上拿出来再煮多一次 让你们看 大家好 今天已经第三天了 我把这个海参 兔生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冰厨 现在我量一下这个海参有多大 有多长啊 大概6寸半 要到7寸了 现在我再把它拿去煮 我拿一盆水啊 放在锅里面 这个水要比这个海参还深啊 还多啊 你看我要拿去煮 再煮多一次我就可以把它肚子开出来 开大火煮煮到它滚哦 这一次我不用煮这样久啊 第二次我煮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好了 就是这样盖住我煮半个小时 就是这样煮了半个小时 等它冷却之后 我再把它放在冰厨里面 哈喽大家好 今天已经第四天了 我要冰厨里面拿出来 看它的软硬度 应该是可以剪开的 我把它剪开啊 要清洁它的肠 它的肚子 要把里面的肮脏的东西洗清洁 要洗得很清洁哦 里面的这个 要洗得很清洁哦 里面的这个 肠子把它肠子拉出来 里面有沙的哦 你看 你看 要洗得很清洁 等一下我会拿去水那边冲 冲得很清洁啊 大概洗一下 要洗得很清洁哦 它还有那个脏粒哦 那脏粒 才会脏得更大 刮得更大 就是用水洗到里面很清洁很清洁 这些东西都是要挖掉的哦 里面你看 还很肮脏 要弄清洁它 这些东西就是要用清洁 它才有那个脏粒去膨胀 这次啊 你煮差不多10分钟就好了 10分钟也不用盖住了 只盖了呢 可以滚再10分钟就可以了 这次啊 你煮差不多10分钟就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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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